本土疫情又新增三万多例 三号单日确诊三万两千五百二十九例 较上周增加近百分之二十七 连续五天都飙破三万例 燃业死亡人数新增四十二例 累计死亡数正式突破万例大关 但中秋节后取消全班停课 一时省政南认为B.A.5高峰将至 不妨延续停课标准直到高峰结束 他预估B.A.5高峰将在十月上旬出现 恐感染两百万人以上 我想连续三桌上升 而且上升的弧度一直在扩大 疫苗我们要及时去打 算一算65岁以上长者 还有约262.5万人会接种第四季 专家施信如分析 曾经感染过Ormocon 施打次世代疫苗后 保护效果更能提升不少 十二十五号通过莫德纳次世代疫苗EUA 可供18岁以上成人打第三和第四季 间隔需满三个月 逆拼九月底开打 下周一将召开ACIP会议 但这回购买的是针对B.A.1的双加疫苗 并非针对B.A.5 造资深媒体人赵绍康怒轰 指揮中心大官该打屁股 对抗的是B.A.5 叫我们去打B.A.1 那不是很奇怪吗 那美国也通过莫德纳的 针对B.A.5的疫苗了 不能永远落后 我们台湾人是怎样 我们没有钱吗 举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下雨 应该用我们准备好的雨伞 而不是说先让它淋雨 然后去期待一个新型的雨伞 指揮官网必胜 周六下午临时召开记者会 强调怕假日已而传而 端出数据澄清 B.A.1双加疫苗 已获英国 欧盟等多国认可 但B.A.5双加只有美国通过 且B.A.1疫苗已完成 三期临床试验 B.A.5却只有动物实验 据这个厂商的说法 是暂时它不会供货 给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指揮中心也透露 如果次世代疫苗 一开始的进货量不是很大 那就会让脆弱族群优先施打 记者张张鹏 小绿SNG台北采访报道 主上这个梦梦水 孤佳配方启入入睡关键 舒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蠢酸调节情绪 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氧氨菊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帮助睡眠 睡前30分钟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